《阳光总在风雨》 《中国女排》的故事 作者是宋元明 昨天我们读到 1981年 袁伟明带领着中国女排 夺得了第三届世界杯排球赛的冠军 这是中国首次赢得三大球的世界冠军 中国女排成为了中国人心中的英雄 到1986年 中国女排夺得第十届女排世锦赛的冠军 短短的五年时间 中国女排已经成为世界排球史上 第一支获得五连冠的队伍 这样辉煌的战绩 是几代教练员和运动员共同创造的 他们书写了 在新中国体育史上 熠熠生辉的集体传奇 然而 此时站在辉煌顶点的中国女排 或许并没有意识到 就在这次夺冠之后 衰败的种子也在人们看不见的暗处悄悄地孕育生长 直到某一天 在女排这座铜墙铁壁上 撑开了一条裂缝 并带来了长达十几年的成绩 五连冠后 中国女排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打击 是在第二十四届奥运会上 1988年 韩国首都汉城 也就是今天的首尔 举行了第二十四届夏季奥运会 当时 人们普遍抱着这样的想法 汉城地理位置与中国相近 运动员不用倒时差 水土 气候也和中国的差别不大 按说 在这次奥运会上 中国选手是有优势的 而强大的中国女排 借着五连冠的势头 拿下奥运会的冠军 应该也是顺理成章的呀 然而 命运的天平 此时却发生了倾斜 9月23日 中国女排 对决几年来 实力抖升的秘鲁女排 中国女排 竟以2比3不敌对手 9月25日 中国女排对决 巴西女排 那个时候的巴西女排 在世界排坛 还是一名新手呢 但是中国女排 却在首局 以2比15 大比分落败 顿时引来一片哗然 之后 虽然连班三局 取得了出现的资格 但是这场败局 却给女排姑娘们 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比赛结束之后 女排姑娘们 挤在更衣室里 抱头痛哭 两天后的半决赛 中国女排 要迎战 世界排坛的老冠军队 苏联队 自从1962年 输给了日本女排之后 曾经在世界排坛 独占凹头的苏联女排 逐渐走下了神坛 当然她们还是一支世界一流的女排队伍 但是战绩并不太好 在这一次半决赛和中国女排相遇 苏联女排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她们要重新登上世界排坛的巅峰 重现往昔 排坛女皇的风采 9月27日 半决赛开始了 这场比赛成为世界各国排球爱好者 最为关注的一场比赛 人们早早地守在电视机前 期待着一场精彩对决的上演 然而 谁也想不到的是 这场比赛呀 真的是谈不上精彩 您能想象到吗 五连贯的世界冠军中国女排 第一局竟然一分没得 被苏联队剃了个光头 以0比15败下阵来 9比0 10比0 现在是11比0 12比0 13比0 14比0 15比0 苏联队以15比0 上了第一局 在场的所有观众 所有的体育记者们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还是中国女排吗 中国女排究竟怎么了 书中说 接下来的两局 中国女排也没能保住 比分分别是9比15和2比15 也就是说 三局比赛 中国女排一共才得了11分呢 众目睽睽之下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 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败 今天看来 女排确实输得挺惨的 尤其是在当年 人们对女排有着极高的赞誉和期待 而且人们对女排这项运动的认识 也超乎了体育运动的本身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女排的失败 在无形中就被放大了 尽管最后女排 依旧获得了奥运会的铜牌 但是球迷们并不领情啊 书中说 人们震惊 错愕 怀疑 也说了不少的过头话 从汉城回来以后 中国女排的整改工作 就在质疑声中 默默地继续着 人们相信 假以时日啊 中国女排 还会卷土重来 重回巅峰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四年后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 中国女排再次遭到重创 这次失败 几乎摧毁了女排姑娘们的 终极梦想 这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1992年 1992年8月4日 一名神色凝重的中年人 步履匆匆地踏入了 中国奥运代表团居住的 奥运村公寓楼 刚才 国际奥委会传达给他的消息 仿佛是对着他的脑袋浇了一盆冰水 直到他回到中国代表团驻地 依旧感到的是刺骨的寒意和恐惧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这位中年人就是他 时任中国奥运代表团副团长 袁卫明 就在半个小时前 国际奥委会医务委员会 郑重地通知袁卫明 中国女排的运动员乌丹 药检呈阳姓 即将被驱逐出奥运会 这真是晴天霹雳啊 乌丹真的服用了违禁药品吗 一个集体项目 其中一位运动员服用禁药 也未必能保证队伍获胜啊 乌丹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心事重重的袁卫明 回到了女排姑娘们的公寓 在队员们探究的目光中 他沉痛地转述了奥委会的判决 此时 听到消息的24岁的姑娘乌丹 差点晕了过去 我们来认识一下他 这就是乌丹 他是来自四川内疆 是中国排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他的接应技术 尤其是快功中的贝飞 曾被国际排联主席 阿克斯塔赞为排坦一绝 那么这样一个很有希望的运动员 为什么要服用禁药呢 原来乌丹在赛前训练的时候受伤了 为了缓解疼痛 他服用了云南白药和马钳子 这些比较常见的中药 没想到这些中药里啊 有违禁成分迪士宁 乌丹就这样 心里糊涂地 被取消了后面的比赛资格 由于是误服 所以国际排联 只是取消了他的继续比赛资格 而没有更加严重的处罚 但是这场风波 让女排姑娘们不知所措 中国女排昨晚在奥运会小组 最后一场比赛中 以2比3赋予巴西队 这样中国女排在小组赛中 三战皆赴 列小组末位 失去了参加前六名的比赛资格 最终 士气近视的中国女排 在参赛的八支队伍中 仅名列第七啊 这也是中国女排历史上 最差的名次 原本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比赛 弥补汉城奥运会的遗憾 现在反而是阴差阳错的 遭遇了比四年前 更大的遗憾和痛苦 那么跌落谷底的中国女排 还能重回巅峰吗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 又是凭借着怎样的努力 擦干眼泪 重新赢得了自信和尊严呢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继续来读这本 《阳光总在风雨后》 中国女排的故事 《阳光总在风雨后》